它是世界上最能装的动物 也是世界上最小的松鼠 它是大家公认的吃货总舵主 靠着嘴巴就能去购物 它叫做花莉鼠 人颂外号花莉主 它那小小的身材下却有着大大的嘴巴 不仅有着上巴和下巴 两侧的脸颊更能分出左巴和右巴 也就是这份可爱直击我的心巴 把老夫的少女心都要给萌化 所以它的嘴巴就像多了A梦的大口袋 只要是吃的就往嘴里塞 都说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 挤一挤总会有的 所以它的嘴看似满满当当 实则还能再多塞一个 吃不了兜着走是它的人生格言 能打包绝不堂食是它的处事作风 所以它秉着绝不浪费的美德 看到果子就想带回家 就怕果子这么大 进嘴的时候很潇洒 出不来的时候就比较尴尬 秋风轻浮过 松鼠藏坚果 他们会把坚果撕藏到各处 为的是在冬天来临时 能在洞里舒舒服服的做一个死肥宅 但有些叔叔比较衰 辛辛苦苦大半年 不料被人类所发现 一夜回到解放间 可怜这货一口没吃的 还搭上了一家四代人的腰包 但为了生活得以继续 只好拉上家里两个兄弟一起创业 一起代言了一款坚果产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